怎么说这也就看运气 那个时候我们演三人顶晚 在大剧院演了两年 上海大剧 对 上海大剧院 中剧场 因为那个时候怎么说 那个时候 功还很好 腰还没有受伤 比较光荣的时候 我受伤的时候大概是 14岁 14的时候腰受伤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好过 受伤以后这些节目都演不了了 顶晚揉树都演不了了 然后自然功夫就下降了 准备以前好了 所以我比较怀念以前 我小时候还有一次受伤是这里 下巴 现在有疤吗 有的 看得到吗 看得到啊 是不是有点凹进去的 对对对的 疯起来的 就是练那个宦馆你知道吗 什么叫宦馆 就是一个一个管落起来 站上面晃着目平衡的 那个节目都是男孩子 一般没有女孩子演的 我演那个节目的 就是摔的时候摔到这里 磕到了 对的 我头砸到那个管子上面 掉下来有一张砰砸 对我印象很大的 比如说像有些杂志演员 受伤是手或者是腿 那还好一点 我一个女孩子 我受伤的是腰位 这一根骨头 很夸张的 你怎么受伤的 就柔术呀 我长年累月 就是也不能说长年累月 就刚开始我没什么 我没什么事情 有一次拍那个 在国外放的一个广告 一个电讯的广告 我们在马一城早上拍的 是凌晨四点去拍 然后一直拍到下午四点 拍完以后 我就感觉腰很疼呢 对我就感觉腰很疼很疼 因为拍的动作是很软 因为我在团里面腰已经算最软的了 那个时候很软 然后拍完我就觉得腰很疼的 因为我们隔三天 拍完广告三天以后 我就出国了 然后我过妈妈说我腰疼 妈妈说小孩子怎么会腰疼 我说真的疼 然后一看后背肿了吗 整了以后去医院看 就是脊椎有一点弯 就一点点弯 我妈心里想可能没什么 然后我就出国了 然后到现在 长年累积到现在 就已经是S型了 所以身高很影响的呀 如果说他要是不是因为杂技受伤 变成S型的话 那身高肯定会高一点的呀 所以我觉得很有影响 从小练身上哪哪都是伤 一到了天气不好了 或者是变天了什么的 身上伤就发出来 这个说实话人嘛 都会自己会考虑考虑 你想想身体都这样 还去进行这个项目干什么 还去进行这个项目干什么 我们也有到医院去看过 也有到医院去看过 我们也问过医生 怎么就是说能够就 足足这个身体再破坏程度再继续 医生直接给我们一句话 要么你不要聊 你不要练这个你就可以阻止了 自己好好滑眼 受伤的话 这个没办法阻止 真的 我刚才上海差不多 小伤就是酸 我知道呀 我知道是大伤呀 这脸皮也叫受伤 脖子头颈 后面的颈椎这里 是胳膊 然后是脚外 还有脚趾头 是 全是这样 全是从上面下来的时候 万一一下成功的话 如果没有环众好的话 长完好成功 你是那个练什么 我以前练那个长帽 从三节上面跳下来 对 那跳下来正好还是什么 下来往前接个滚翻的 但是我没撑住直接抽到活了 三个月吧 三个月没有多 那天训练的时候 因为商城的舞台 它是有两块羊毛毯拼接起来的 是这个样子的 形成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中间那一条 应该用那个粘的东西粘住 而不让它这样分开 但是我再来集体动作的时候 踩了这个当中的缝 然后毯子往后一滑 我就失重了 动作在没有 自己没有控制的情况下 去完成了 然后我就头部 后脑刷这边直接着地 然后颈椎就不好 当时我就说了 说我 我头晕我想吐 但是呢老师和领导 当时也没有在意 只感觉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到 这边就麻掉了 第二天 我就这半边脸就不能动了 然后就形成了就是 半边脸